自家製作的中式滷水牛尾,非常于甘香,鲜嫩,野味,很好吃。 滷水牛尾容易做,是燕客自用自听的上选美食街牛。 配搭粉、面、饭都很适合,大人、小孩都喜欢的。 在视频中还会告诉你,如何用传统和用高压煲的老煮方法。 首先请大家订阅这个频道,分享、点赞,和按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下期美食视频。 材料有牛尾,滷水汁,或者滷水材料。 詳情请看视频下方的info box。 在一个大的锅里面,就加入了半锅的水。 加盖用大火烧开,加入3片的姜片,加入牛尾,出一出水。 也将大约1汤匙半至2汤匙的酵兴酒,加入1汤匙牛尾的腥味。 我们就再加盖,把它烧开。 水又再烧开了。 将牛尾翻动一下,洗到各个部位都能够出水。 不用加盖用大火出水5分钟。 已经出完水了,就可以拿去清洗。 用清水冲洗两次,去除牛尾的骚髒东西。 牛尾已经清洗干净了。 7杯滷水汁就是已经用过来,老煮食物的滷水汁。 如果没有滷水汁,就自己来做吧。 我们将花椒八角、姜片、陈皮、生抽、老抽、鱼露。 5杯的水放在大煲中。 然后我们就加盖用大火烧开。 滷水烧开后,转到小火,煮15分钟。 滷水汁已经小火煮了15分钟。 我们就将所有的冰糖放下去。 继续慢慢煮,将所有的冰糖煮溶。 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这里是会用高压锅的方法来滷这个牛尾的。 以下的12秒钟就会教大家如何用这个传统方法来滷这个牛尾。 但是途中你所见的就是牛筋。 滷牛筋和滷牛尾都是同样的方法。 传统的滷煮方法,在滷水煲里面放入已经出水和洗净的牛尾。 加入2汤匙的玫瑰露酒,或者聂酒1茶匙的麻油。 加盖用大火烧开,转小火,炆煮2小时。 到牛尾临远为止。 今次是用这个instant pot烤鸭的方法来煮这个牛尾。 我们就将已经出水的牛尾放在锅里。 旧的滷水汁, 这里大概是有7杯的。 你看,很多的滷水料。 我们也都将这些旧的滷水料, 我们都放进去。 还未浸到牛尾, 所以我们要加水。 加到它, 差不多盖过这个所有的牛尾, 就已经可以了。 就会加上3片的姜片, 大概1汤匙的料酒。 我们就将这个钢煲放在instein pot的外煲里面。 打开个盖子就拧好它。 排气活口呢, 我们要锁了它。 这个是这样开,锁了它。 按MENU, 用高压来煮它。 40分钟之后, 就在这个煲里面烤它。 即是自然排气20-30分钟。 然后呢, 我们就打开排气口, 排气钢压, 然后才取出这个牛尾。 谁知道牛尾已经淋软, 就用筷子插入最大的银。 一插就可以插入, 表示淋软。 如果牛尾还未够淋, 我们就可以放回去煲里面, 用高压再多煮它, 5-10分钟。 然后就在煲里, 焗它15分钟才取出来。 用水汁可以撇去油, 和除去表面粒状的污物。 在室内放冷, 然后就可以放入冰箱, 然后就可以再用。 中式老水牛尾, 很好吃。 牛尾肥甘, 鲜香, 嫩滑, 老水清香, 大甜, 十分和味。 是燕客自用, 节兴的美食, 易做好味。 小厨SANNY, 推介国備美食烹调, 记得订阅啦!